大明王朝在第十五季里,沈老板全面看空,放火烧死了自己,留下一纸遗言给高汉文和云鸟 另外有四大乡账策和一封信,留给了杨金水和浙江广场最大的两个贪官这笔仓何茂财 信中详细列出了历任浙江广府的贪庄树木,正和这才知道,沈一时的家财早就掏空了 自认为被沈老板耍了,一面骂沈一时齐心可诛,一面忙着烧账本,做着最后的垂死挣扎 其实沈一时还另有一套账策副本交给了杨金水,杨公公把账本通过几因为偷偷发快递给帝都的老祖宗女方 女公公再把账策乘给家境过目 高汉文抄家没抄出钱来,带着沈一时仅有的一点家财,送去给胡仲仙冲作军饷 老胡又拉着他生弹了一番 高汉文刚要请罪,胡仲仙就知道是抄家没抄出钱来 老胡虽然没有贪沈一时的钱,但坐镇东南这么多年,对这里面的权钱交易还是心里有数的 听到抄家的结果倒是一点也不意外,老胡撇开军务朝局不谈,又和高汉文谈起了心 上次在驿战是两人初次见面,老胡只是点拨了一下高汉文 小高就马上意识了自己正在陷入一个漩涡,并按照老胡的指点 以最终解释权的身份抵制浙江地方光府强推改道为商的计划 经过这段时间的考验,胡仲仙显然是认可高汉文的 所以这次尽管只是两人第二次见面,老胡说话就更加直接了 首先给小高定性,说他不是个当官的料 然后批评小高在国家大事上不敢乱发表意见 剧重的胡仲仙是个实用主义者,几次批评下属独书独岔的 之前骂马林远半步轮允治天下的言论 这次又跟高汉文说,圣人的书拿的办事百无疑用 小高与胡仲仙打交的不多,但有了上次被点拨 以及上任杭州支付以来的经历 不说有多景仰,心里对胡仲仙至少是服气的 听老胡这样评价自己,也立马意识到老胡有话要交代 老胡还是挺欣慰的,指点高汉文回去后立刻着急因为请罪 小高不懂,难道浙江官场的汤府不查了吗 老胡没有跟小高详细解释 只给他做了一个结果,说朝廷马上要在浙江掀起大案了 胡仲仙这样指点小高自然有保护他的意思 老胡也是爱财惜财的 这是为什么要小高退出这趟浑水,不跟他详细解释呢 因为说多了他也不明白 后来海瑞查案的时候,老胡跟海瑞说的就更直白了 说你在地方上想怎么干,能怎么干,不是你有多厉害 是上面想让你查,你才能查得下去 在浙江,你能做些事震动朝廷 那是因为你背后有人要震动朝廷 小高还比较疑惑,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呢 老胡微微一笑,心想 像你这样品学兼优的稀有商好学生,谁不安心呢 其实,你还是个有福的人呢 接着胡仲仙说刚好问有福啊 我们聊聊本局中最有福源的两个人 在一切的一切开始之前 沈老板已经提前在江南制造局把高好门骗入局 给他默念了战策中见不得光的精彩片段 从此把高福台由杭州知府的身份放入白手套的阵营 到了沈老板最后落幕的时候 又把云良交由杨金水托付给高好门 由此,高好门和云良就成为全局最有福源的两个角色 前面讲过,高好门非常适合当白手套 且与沈老板不是一个模式 不是说高好门比沈医师聪明多少 只是平台不一样了,时代也变了 高好门自来一出场就被多方看好 因为高中科技,前级优异 有着汉林院工作的历史 也有众多身居要职的童年或者同门师兄弟 因为写了篇报告网领导坐线一放 就获得外放到杭州这么重要的一座城市 担任父母官的机会 袁世帆以高档文房食堡奢侈品收买人心 胡仲仙拖着病体等着驿站与他谈心 虽然在浙江,郑比昌和睦才一直把高档文推在前面当枪使 当背锅侠 但背锅侠也有背锅侠的价值 背锅也是一门艺术 说不定从天偶将的黑锅就变成了从天偶将的机会呢 在操完沈医师的夹之后 小高又受到胡仲仙和海瑞的点拨 把自己从浙江乱局中拎出来 胡仲仙说高档文不该出来当官 海瑞也不把高档文当朋友干 这就是说小高在政治上已经没有什么前途了 当他有学识,财情也高 又是在体制内经历过的人 转而从商也算是走商了一条属于他的正确赛道 高档文当年被罢了官,回不了家 没有官运,却有财运 云梁的家持也让高档文继承了不少前首富省医师的商界资源 亏的那个云梁还有些积蓄 在南直里和浙江各商行也有些关系 也许某一天深夜,小高躺在床上 看着身边熟睡的云梁一往昔 会突然明白自己为什么是个有福的人 同样的,云梁在高昊门身边发挥的作用 也远远大于跟沈一时的时候 论出生,云梁只不过是一匹高端扬州兽马 据终被沈老板花了20万两银子买来 专门伺候江南制造局领导 这个身价已经是相当高了 后面叶茂青巡演员回来 送给元松一个昆曲乐队,也是花了20万两 论喀威尔,云梁绝对当得起一线头牌 云梁成为情怀铭记之前 本来也是出身光患世家 但家族受七六弹劾严党失败的牵连而落败 从此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这段背景在剧里面没有演 小说里面有交代 沈一时买下云梁之后,就送给了杨金水 杨金水用他去买李玄的命 沈一时用他去拿高昊门下水 最后又把他送给高昊门 云梁的前半生就这么一直被人当作礼物送来送去 虽然沈一时,杨金水,高昊门 都曾经以亲密的口吻嘲讽过云梁的身份 但他们也都以各自的方式呵护着云梁 因为云梁出身低贱却不自贱 技能素养也高 能躺广陵散的女子 和熟度万历十五年的女子一样稀缺 怎么能不惹知识文人雅士的官老爷们喜欢呢 看上云梁把他从苦海拉出来的是沈一时 沈老板是剧重的首富 是著名实业家级红顶商人 作为代工企业实际运营江南制造局的业务 沈老板看云梁就能感受到浙江官场 制造局的官老爷们看自己的眼神 他说云梁心高 自己何尝不是心比天高 他骂云梁下贱 又何尝不是骂自己下贱 跟云梁朝夕相处四年的 是江南制造太监杨金水 是剧重私里见掌印太监女方最喜欢的干儿子 又是家境皇帝身边最受宠心的生活秘书 黄景的把兄弟 杨金水有阉人常见的阴阳怪气 也学到了女方的温柔浓厚 他任云梁做干女儿 就传承这女方对下面子孙们的呵护之心 跟云梁一起回帝都关进赵狱的 又是高昂文 高昂文如果不出来妄议国策 以后的仕途也许平淡 但也能往不上身 即使现在进了赵狱 也是杨金水口中有前途的人 所以云梁就不是普通的一个意境了 而是偷吃如来香花宝珠的白毛老鼠精 浑身透着半截仙气 西日经理唐僧的前世金蝉子 与白毛老鼠精有一犯之恩 白毛老鼠精把唐僧绑到无敌洞的时候 拉着唐僧说 数次前缘细刺成 与水相合两一龙 不料鸳鸯金拆散 何其暖凤又西东 这是提醒唐长老 莫忘了前世情愿 云梁跟高昊文也有一犯之恩 姻缘都埋在千线大桥的沈老板那里 所以说倒下了一个沈老板 站起来一个高昊文 手套的遗霜也是手套嘛 政治上所谓的白手套 简单说来 就是充当黑钱漂白的中间人 或是实际从事非法事务的合法外衣 从手套意思就不难理解 真正做事的手是隐藏在手套之中的 如果手很肮脏 没法见人 那么就戴上一个白的手套 这样别人就无法察觉手很脏 反而还可能觉得手被保护得很好 应该很干净 所以 从事某些见不得人的事 通常必须寻找合法合理的理由 来加以掩饰 而从事这种掩饰工作的个人 当位 组织等等 我们都可以称之为白手套 本剧前半段末尾导演的关键道具 来自云良贡献的张三峰血金 本剧后半段末尾 出身扬州来到地度发展的 著名音乐人云良 和前杭州一把手 兼汉令院编修 文堂厚靖 著名作曲家高昊文一起下海 带着李飞 也就是未来李太后娘娘的弟弟 未来的国舅李侯爷 一起接管来供奉皇家的 江南制造的生意 这位国舅爷在剧情末尾之 短暂出场 也是一个重要伏笔 虽然我们不知道 刘侯平在后续的剧情中 是怎么写这位国舅爷的 但也能在历史中 找到一点蛛丝马迹 比如这位国舅爷爷 生前最大的一笔工程 至于七级光谭伦 合作修建的 被誉为明代长城最坚固的一段 也就是司马台长城 去湖北水镇观光旅游时 可以亲眼看看 这几位大神的杰作 好了本期视频 我们就先聊到这 下期我们继续聊一聊 湖中县封闭子进京之后 是怎么在家境与延松之间 被踢皮球的 感谢你的点赞订阅关注 我是大理石凯全门 咱们下期再见